保利尼奥又进球了,面对比尔巴厄竞技,保利尼奥在商品补时阶段为巴萨打进了锁定胜局的一球,帮助巴萨全取三分而归。 而更为重要的是,保利尼奥则用自己的表现让巴萨的中场摇杆硬了起来。 因业斯塔本场比赛确证,保利尼奥自然成为了顶替巴萨队长的最好人选,而保利尼奥也用表现回报了巴尔维德对自己的信任,正是他在第92分钟的进球,才让巴尔维德和所有的巴萨球迷送了一口气。 而除了维巴萨锁定胜局的这一球之外,梅西的进球也有着保利尼奥的功劳,梅西正是先同保利尼奥完成撞墙配合,才摆脱了对方的防守,然后将球分给了阿尔巴。 另外,保利尼奥还在第39分钟击中衡量,错过一次绝佳的进球机会。 本场比赛 保利尼奥在攻防两端都表现得十分出色,本场比赛他完成了三角射门,而55角长球成功率高达85%,有两次争抢成功,另外还有四次成功过人。 他在比赛中连停带过的一幕,更是让人拍案叫绝,在为巴萨提供中场硬度的同时,也让巴萨获得一个进球的法宝。 在目前的巴萨队内联赛射手榜上,保利尼奥以三球和苏亚雷斯并列第二,仅次于打进12球的梅西。 每日体育报赛后为保利尼奥打出了8分的全场第二高分,同梅西并列,并称赞他为本场比赛的主角。 本场比赛保利尼奥出现在布斯克茨身前,两名前锋的身后,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。 而保利尼奥则出色地完成了任务,他掌控着这片区域,出色完成了中场的任务,还有一次打中门主。 他的经验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,随后他更是用进球帮助巴萨杀死了比赛。 世界体育报则称赞说,面对比尔巴厄竞技这样的强队,保利尼奥再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强大。 他对比赛的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梅西的进球来自于同他的配合,而最后他更是用进球杀死了比赛。 他已经为巴萨打进了三球了。 来到巴萨的这段时间,保利尼奥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征服了巴萨的球迷,成为了巴萨中场的不可或缺的角色。 在之前的比赛中,当巴萨需要换人调整,或者伊涅斯塔需要轮换时,保利尼奥都是那个最佳的人选。 最为重要的是,保利尼奥为巴萨带来了以往最为缺乏的中场硬度,正是他让巴萨的腰硬了起来。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,保利尼奥也不忘感谢自己的队友。 为我的队友跑动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,这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。 我一直在努力拿出好的表现去提出一场精彩的比赛。 Marco